今天咱们录的这个车在上海车展的时候 我已经拍过它一次了 但是那一次我就是一个道具工具人的身份 还有就是我听说它五月份卖了 五千多辆 所以我就感觉这热度 关键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五千多辆当中的一个 那咱必须得薅一把羊毛 但是你们都知道 借车那可不容易了 谁愿意借你车 人都说媳妇和车不外借 所以你看我借来了 你是不是能转啊 屏啊赞啊什么三连都给咱安排上 还有就是咱能不能让弹幕热闹一点 看看就这标 咱们能不能刷一波 如果咱们把车比成是一个电影的话 那它的前脸就是它的海报 这个就是他们家族整个新的一个前脸 就是那种H型的 然后现在不是流行就是分体式的这种灯吗 它也是 再有一个这个车的尺寸非常的 而且特别的宽 1980就接近两米了 然后它是一个五米一的车 轴距有三米长 然后咱选了一个就是灰色 但是我跟你说 你就在光底下看这个颜色 你就感觉它油光增亮的 就有点那种颜色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因为你知道我其他两个车是灰的 所以我就感觉 哇我这个朋友 怎么就跟我都是一样的 就是喜欢这种色 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特别显大 这车的配置就俩 四驱的是308,800 两驱的是273,800 我觉得就得这样 要不你拉一大堆配置 谁跟你跟那比就烦死了 这俩差了35,000 但是配置上差了一大堆 我记不住 来咱们暂停一下 你看是不是差这大堆 看完了这个配置表啥感觉 是不是觉得10个人里边有8个 他都得选这个30万的 因为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还有咱说一下 这个车上市的时候搞了一个99块钱的包 你是不是觉得99块钱能买啥 我跟你说能买啥 20寸的骨给你生成21寸的 鸡皮绒你知道吧 白色的车顶遮阳宝 A B C 住全都是 你是不是觉得这99花得太值了 但是你说那是之前的 我现在99块钱能买吗 现在99块钱 但是不能买 现在这个包舒适 包一万块钱 但是你别着急 咱不是有橙色小软件吗 是吧 那个上面也有 花不了这么多钱 三排车后备箱有多大 单抽抽 摆了这些东西 装进去 试一下一个28寸的箱子 你说能不能塞进去 然后一个20寸的箱子 我刚才的这个座椅 调的可不是这么直的 它是有角度的 能保证有人坐着舒服的 看一下能不能关上门 关上门就赢了 关得上吗 关得上吗 关上了这个DHT两档是吧 他们给起了个外号 叫大火腿 它这辆车选的是黑米色的内饰 我觉得这个首先看着 就觉得敞亮 就是浅色 它就是有那种 就是特亮堂的感觉 就跟你买房子是吧 你不能买个一面的朝北的 你怎么着不得买个朝南的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 你要是真怕浅色内饰脏 你就大不了半年做一次 就是那种深层的那种清洗 它也能搞定 但是你要真的 我就不喜欢前色的 我就喜欢深色的 我就觉得酷 那你看一下 还有个棕的黑的 那个颜色感觉也挺好的 反正这颜色 夏天也开着两块 那颜色冬天开着暖 前面最显眼的 就是这个三块的大连瓶 然后你别担心啊 就是它防眩目 就有太阳的时候 你觉得它也没有什么反光 然后晚上的时候 也不是那种死亮的 让你觉得看一眼 都特刺眼的那种 还有就是这里边 有很多本筒化的应用 像你们想看的视频网站啊 里边也有 我觉得它的语音挺好用的 幻想词可能你会挺耳熟的 它叫小卫同学是吧 反正现在有好多 叫什么同学的 当然幻想词可以自己定义啊 但是它能设置的东西很多啊 什么让它设置天窗和导航这种 都是小事儿 它HUD的亮度位置 高低这些 它都能搞定 然后还有驾驶模式 你也可以让它来搞定 但是这个车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特别喜欢说话 但不是那种没用的话啊 你比方说啊 就是你行进的过程当中 你要是想看视频 它告诉你不能看 你像这个 要是行进的过程当中 它想变零重力的椅子 它也会语音告诉你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车辆行驶环境下 零重力功能将关闭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开车的时候 你给我这蹦一行字 我真的没工夫看你那一行字 你觉得我看视频危险 你觉得我坐零重力椅子 危险 我觉得我低头 看你这评写的字 那也挺危险的 所以你拿语音告诉我 挺好 挺省事 我一下就明白了 对 你说这是没见过 这不就是零重的椅子吗 对 然后你说 你是不是要讲安全带 是在椅子上的 对 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 只要你挂了低档 它会自动收回去 因为它在行车的时候 它觉得你这样躺着 是不安全的 是不是感觉 这个好像有点牛 还有就是你虽然坐在这的时候 你不能那么躺下去 但是你这个腿托可以升起来 是吧 腿托升起来了 但是只要你下车 我一开车门 腿托自己收回去 是不是省心 你比如说我那车 我那MPV 我老下车忘了收 那椅子它就老在那支对着 然后你又不能说 我因为它我再通个电 我再把这玩意收起来 它就麻烦 你看人家这做的就挺好 还有啊 你是不是得补个妆 你看我从那下边 拿出我的大化妆包 打开我的大化妆镜 你瞅瞅 这冷光源 这么大个镜子 你就不会觉得你脸大了 但不是全车都给你放了 你开车就开车 你说你照啥镜子 就给你放一个小的 我觉得考虑的也挺好 我看到这化妆镜和这椅子 我就真的感觉 就咱国内的城 就把这个副驾做的 你就觉得你家庭地位 特别特别的高 是不是男的不爱听 要不换个说法 就是说你看 咱们中国的老爷们 都特别知道宠媳妇 这么说行吗 就好了 你看一开门 这电踏就出来了 这不要钱啊 就是30万这款四驱的 就带 然后大人 拉这个扶手这么上 小孩 看没有 这儿 这么个 这还有个扶手 就可以拉 这下边还有个小挂钩 买个早餐啥的 往那一挂 小桌板一支上 咱就开吃 后排是带装帘的 然后我这儿 是吧 我可以控制空调 加热 通风 按摩 二排也有 前面第一排也有 二排腿托 能放 特别像MPV是吧 但是啊 你不用担心说 哎呀 我跟这个前排的座椅 位置太近了 会不会别我脚 我告诉你 太考虑到了 最多就能放这么多 然后你腿 是不是在这儿 也挺舒服的 然后你看 你这还踢不着前排的椅子 看这头部空间 是不是也挺大的 而且关键是这个过道啊 这俩 这是扶手 是吧 你要是真过人 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现在要从二排去三排 首先这个过道 特别宽 就是同级跟其他车比的话 都很宽 还有就是这个一二三四的 这个车内的这个高度啊 我给你走一个 你们看一看 其实你不用怎么太弯腰 就过来了 还有我觉得它高度的优势 不光是体现在 就是你走过来 你弯腰多少 它是在哪呢 都知道这有龙拱 这第三排肯定要起 但是它没起在你脚底下 没有让你有上楼的感觉 它是起在了椅子底下 起在椅子底下的好处 哎 你见不见过 好多人啊 坐第三排 只要一试 空间它就变成这样了 它腿的旋的幅度巨大 但是你看 它就等于无形当中 把这个椅子 它给架高了 你的确就是没有完全拖得住 我这还有风 但是啊 我往前一点 你是不是人 对吧 你要跑长途 你至少能换个姿势 而且咱这中间还有锅带 你也能稍微的伸一伸 这椅子你看到没有 它确实一定是坐得长 而且比一般的三排椅子 都坐得厚 你看这肩部你也能看 它确实坐得挺宽的 还有一件事啊 就是角度 给你来个实际的啊 比划最明显 看这个距离 是不是离后风档 比一般的这种 带三排的SUV 距离是不是要大一点 而且人家还带坐以加热 反正都不爱坐第三排 但我觉得 它这个第三排处理的 已经算是挺好的了 就咱没那么受气 我上来得说一件 我干的特别傻的事 我就行的咱假大方一把 借朋友的车 那咱不得加满吗 然后好家伙 我加满了 我发现这是个80升的油箱 你知道这是个两吨半的一个车 然后我又拉着80桶大的农夫山泉 跟着嗷嗷跑 就很夸张 还有就是人家是个插火车 人家能充电就尽量充电了 你说我这80升油 它得用到什么时候去 我跟你说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44度的一个电池 它要是跑WRTC的话 是能跑180公里 然后它要是满油满电 能跑1200多公里 然后溃电油耗的话 官方说是6.7 它是一个1.5T的四缸两档DHT 然后它能纯电跑 也能串联跑 也能并联跑 然后关键是 它还可以就是纯油直驱这么跑 因为这就是混动的优势 你像中程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这么跑 基本情况说完了 然后咱们说一下 开着这个车上来的感受 我接过来这台车的时候 驾驶模式是标准模式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油门踏板 有一点持重啊 就是有一点踩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像这种车 它还有电 就是你要是感觉说 让我纯拿脚去找那个标准模式 就特别像是日韩系的那种车 我感觉我太累了 我不喜欢 但是我特别喜欢它经济模式这种开 就运动模式也是这样 就你感觉就是你往下下多少 试多少的那种感觉 我就特别的喜欢 反正我觉得这种就看大家 而且它是一个零百加速四秒九的车 你要说我就喜欢快 我就开一号了大的车 五米多的车 两顿半的车 我也想要快 那你就放标准 真的就第一脚加油 你都能把自己开晕了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我觉得放到经济模式下 因为它整个的悬挂是比较软的 所以你可能上来之后 你要适应一下它的刹车插板 但是你放经济模式你就不用适应了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它都在帮你控制这一点 然后你自己再控制这一点 你就觉得都拿捏的刚刚好 前方档 然后前排第二排 这五块玻璃 就都做了隔音的玻璃 我觉得我昨天接过车的时候 人家里边有点电 那个就挺安静的 就是这会儿就感觉 反正还是要比一般的油车 要来的感觉进不上 第一天接手的时候 我会感觉这个方向盘我要适应一下 因为握杆上感觉细了一点 就是跟咱平时一抓方向盘的 第一下的那个感觉 它不太一样 但是昨天晚上我黑灯下火的 带它跑了弄高速 而且我特别的着急 因为那会儿我家孩子要睡觉了 然后就带着它玩命婆 跑下来之后 我就觉得我好像把他这事就给忘了 这种感觉很像你们男的 就是大家刚认识 可能觉得关系一般 但就大家一块喝了顿大酒 就喝透了的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它就是你兄弟了 就当成自己人了 就我今天跟一巨老大的一车啊 就是那种工地上拉扎土的车 汇车 那大车它停下了 你想它是职业司机 它都不敢过 我过了 你说我是不是还挺猛的 但是我这种猛也是有底气的 因为它有那个影像 我说它这个距离特别好 它开始告诉我六十七 我心里头就有底 它这个也有 只要到了一点极限距离 它就开始提醒你数字了 那你不就心里头就清楚了吗 还有就是它HUD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它的数字的显示特别大 而且信息的功能也还挺多的 就是包括你像我们的一些 驾驶辅助上的一些提醒的标 它都会在上面 比如说像我这边过来车了 你看我这就显示黄 然后前面的那个HUD上 它也会显示 就是你前后左右哪有车 还有整个的仪表 就是你看你的车道 包括整个车道线的这种识别 它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咱现在就挺黑的 我觉得它就是这会儿 你就把它的驾驶辅助打开 我觉得它就是这种功能特别好 双击两下就是智慧行行 你要单击一下 它就是ACC 然后你要是想要那种什么 自动规避扮车 自己去并线 然后自己进出匣道那种 它就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有一个语音的告诉你 会让你知道 而不是说我现在没有车道居中了 我可能我的标就不是绿色了 我可能是变白了或者是变黄了 再次 看这 对 它就会告诉我 发现这个东西 让我按这个 发现线速识别的标志 然后上面会告诉我 那个Cross键是哪个 会有个图 所以我觉得它对老年人 如果开车的话 还挺友好的 就是你自己可能开车你知道 但可能你家里人开车呢 老人开车呢 是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车 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要是把它交给我爸开 我爸肯定就会觉得 它挺适应的 其实老人有的时候 用那些智能手机就是这样 是吧 他老觉得这东西 他整不明白 其实他觉得就跟时代有代沟 就自己就不开心 结尾咱总结一下 我现在录着这个车 我有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咱们以前 是不是都讨论过那个话题 你买车 是买二二三二还是买二二三 到后来 二二二出现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哇 还有这个选项呢 我以前我以前在干嘛 我以前在干嘛 就感觉太傻了 而且你知道吗 就是你平时要不是周末一家人集体出行的时候 你就把三排座椅整个放倒 咱就当个四座车开 我这二排俩独立椅子 它不香吗 还有就是三十万的预算 其实我相信 很多人在要小孩的这件事情上 刚要的时候 他会挺紧张的 会钱挺慌的 可能说你就觉得说 哎 我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我得把小车换成大车 但我不想花那么多钱 我觉得这个顶配三十万 就高高的 就是你对比一下这个配置 特别香 还有就是关于孩子到底看不看电视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都是一个引导 你看我同事家孩子 他们家小孩 也不要小天才 也不盘串 所以咱就是说 有的时候并不是孩子的问题 你要是给他就储那了 那他上车就是看 从小看到大 那你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了 你就不好改了 所以你可以先这样 万一真的跑个远道 他要闹 你可以把手机呀 把pad再给他看 还有就是你也可以说说 你给家里边家人选 这种带三排的车 你的思路是什么